这个东西叫碧玺 龙头归身子 根据文献里面善负重 一般不做这种镇 这种小小东西 这个龙生九子 其中有一个儿子叫碧玺 所谓民间俗称王八驼石碑 实际那底下那个不是王八 就是碧玺 碧玺的那个 所以这种东西单独出现 在古代的时候 单独出现很少 像那个桥 桥上边也有一个 房顶上那个 那都是神兽 这个呢 有一个阴阳云 这是道家的 这八卦 然后这外边是一圈钱 交财进保 这跟古代的铸造方式 都不一样 鉴定过这样子 这样子的单独的见过 这样子的也见过 这个鉴定的 民间拿来的 有这种东西 我们因为全国到处跑 在各个地方 都能捡到这种东西 这都是 等于是小做饭加工 完了以后通过这个 玩伤啊 怎么就留到市场上的 您知道这个 这个它有拍卖记录是 一千八百多万 不可能 这是新的 人家给它看 这是新的 网上的信息 有些是虚假信息 你在网上查的时候 你要看它信息源是哪的 它很多人是自己编完了 发到网上 它就为了卖这个 网上这个情况比较混乱 所以说 你看看 服务馆呢 它是公开开放的 你可以看看那东西 他们那个直播间 一直在卖 这不是古代的 这是新的 一个是材料不对 一个图案那就不对 这是一神兽 你弄离堆赵丹金宝干嘛 它跟赵丹金宝有什么关系呢 是吧 这都是新的东西 就二十年以来